未在迪化街127号的陈乐通 原本是都更处的URS127 109年由文化局接手改为陈乐通 透过展览呈现迪化街中药材 茶产业以及大道成戏曲文化 与在地的历史故事 像我们从这个门口一进来的右手边 有一个南方馆的一个展示空间 它是一个橱窗的展示 那我们这边就是可能一年左右会换一次中间的展品 那展品的部分大概就是会在地的产业去做一个规划 那目前展示的东西就是跟这个秀或是布的东西是有相关的 那在接着进来里面的时候 右边有一个很大的在地的关于产业的一个年表 跟一个简单的一个互动装置 那左手边在出口方向的话会有一个这个气味的体验区 这边有收集了蛮多这个在地产业包含的像是这个中药材啦 或是一些香料的东西让大家有机会去看说 哦这些药材是有可能可以做成哪些的药 药膳的药方甚至是你可以直接去闻说哦这些香料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味道 跟自己平常的一个生活去做一些连结 那我们这是前面一镜的空间 那当然我们走到二镜这边当然有个有个天井 天井我们大概就是会有一个简单的一个造景之外 也透过这个公共的厕所的开放跟饮水的设施的提供 让大家可以在充分的利用这公共的空间 那接着我们走到二镜的空间了之后呢 里面会有一些目前是一个在地的老照片的展览跟一个简单的影片的播放 去带在地有关的产业的故事 走进成乐通还可以欣赏大稻城传统街屋的样貌 这里也是目前唯一可以从正门迪化街穿越屋内直达后门明乐街的建筑 像这栋房子比较特别的地方是 它应该算是目前街上唯一公共开放的空间 可以从前面走到后面 从第一镜一直走到第二镜到后面的空间 那更特别是它可以从前面的迪化街一路走到后面的明乐街 这样的一个空间其实在整个大稻城的迪化街场其实是很难看得到 所以在以这样的公共开放空间来讲 其实是还蛮适合大家来这边去感受这种老房子以前的特殊的一个纹理结构 因为它蛮特别的地方是它有点像一个通道 所以陈乐通有一部分的命名原因也是因为这样子而来的 民众来到迪化街不妨到陈乐通参观 欣赏老建筑之美感受大稻城的产业文化 记者王一勋台北报导